歡迎回來我們來聚焦國際 在兩個月前才發動兵變的瓦格納首領 普里格金如今疑似墜機身亡 這是莫斯科西北部一架私人飛機 二十號 二十三號的晚間 墜機爆炸 機上十人全數罹難 而普里格金就是當中一位的乘客 我們也帶您還原關鍵的八分鐘 普里格金的班機 在當天晚間的六點十一分 疑似受到了干擾 先是停止了位置數據的傳輸 八分鐘後高度數據也突然停止傳輸 而就在三十秒過後 飛機突然以每分鐘 兩千五百公尺的速度墜落 而且有專家指出了 在事發當時有一邊的機翼 已經消失不見 懷疑是遭到了飛彈攻擊墜落 瓦格納傭兵團領袖普里格金 傳出搭機到聖彼得豹卻實事身亡 飛機追蹤數據也拼湊出更多墜機細節 俄國時間週三下午六點十一分 飛機追蹤網站追蹤到普里格金的座機 疑似受到干擾停止傳輸位置數據 但接下來八分鐘還持續傳輸其他數據 不過就在墜機前三十秒 高度數據傳輸停止前 飛機突然以每分鐘 兩千五百公尺的速度墜落 隨後數據完全消失 另外有目擊者聽到異常聲響 CNN非安專家把墜機目擊影片放大一看 發現其中一邊的機翼已經不見了 請瓦格納的媒體指出 普里格金搭乘的飛機是遭飛彈擊落 目擊者也說看到一個機翼脫落 究竟是遭不明物體在半空中撞擊 還是飛機結構受損 讓飛機在空中就解體 俄羅斯當局說要調查 各國情報單位也積極分析 墜機的真正原因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但普里格金是不是真的墜機身亡 還是這次普新的一步棋呢 現在說法是眾說紛紜 我們就來看各國目前的說法 像是美方就研判地上的閃光 可能是地對空飛彈的發射 另外英國媒體報導 飛機起飛的前幾分鐘 突然有那麼一箱葡萄酒 被運上了機艙 炸彈可能就藏在裡面 另外也傳出這恐怕是 俄羅斯高層所策劃 而且背後就有普新來撐腰默許 更有陰謀論指出 普里格金是在另一架飛機上 故意製造了死亡的假象 這個禮拜一 瓦格納的創辦人普里格金 遠走非洲 兵兵之後首度拍攝宣傳片 還能手持步槍 看起來毫無異狀 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現身 沒有想到不到三天之後 就傳出他可能墜機身亡 普里格金的座機突然墜毀 目前無法排除爆炸 或是遭到飛彈擊落的可能 甚至有英國媒體報導 飛機起飛前幾分鐘 突然有一箱可疑的葡萄酒 運上機艙 炸彈可能藏於其中 陰謀論盛囂成上 還有人說普里格金是被手下背叛 英國的前情報官史蒂爾透露 幾個禮拜前就收到勤資 俄國商界重金懸賞 對普里格金下達追殺令 有可能是俄國高層策劃謀殺 背後應該還是有普京總統的默許 不過網路上也流傳一個陰謀論 說旅客名單是障眼法 普里格金當時可能在另外一架飛機上 有可能是故意製造死亡假象 不過這些傳聞都還沒辦法證實 究竟是暗殺索命 還是依出精心策劃的炸死戲碼 普里格金下場如電影情節 讓外界很難相信純屬意外 體會先這麼到 好 我們也收到最新消息 是根據烏克蘭媒體報導 普里格金傳出墜機消息之後 位在白俄羅斯的瓦格納傭兵部隊 他們立刻組織了車隊 往俄羅斯的方向開了過去 似乎準備要展開報復 但是遭到了白俄的安全部隊阻攔 另外瓦格納在當地的營地 傳出已經遭到了白俄羅斯 切斷了對外的網路 所以整起事件 現在讓外界是物理看花 因此針對這一期的墜機事故 美國總統拜登 他也有話要說 他認為普欣如果是幕後黑手 他並不會感到意外 因為有這麼巧嗎 在墜機的同一天 和普里格金交情很好的末日將軍 也傳出遭到免職了 這顯示普欣似乎已經展開行動 要清算瓦格納 至於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民眾 對於普里格金的死訊都不以為意 拜登則認為如果是普欣下的命令 他並不意外 然而在事發當時普欣人在哪裡呢 他正在忙著聽音樂跟頒獎 此時的俄羅斯總統普欣 仍卻在位住烏克蘭的俄國大兵頒獎 普欣還帶領一眾軍方高官 為殉國大兵默哀 追擊消息傳來 有莫斯科民眾認為 普里格金本就該為兵貶事件 受到懲罰 聖畢德堡卻有不少人 自發前往瓦格納分部 顯花莫哀 而曾經飽受瓦格納摧殘的烏克蘭民眾 卻認為這是天大的好消息 华府智庫戰爭研究所也表示 現在幾乎能肯定是普欣下令 攻擊普里格金專機 美國總統拜登也說 他並不意外 愛沙尼亞與波蘭都認為威脅到普欣的人死因都不單純 白俄反對派領袖則認為普里格金一死 瓦格納傭兵團可能會坐鳥受散 另外發生墜機同一天 與普里格金交好的末日將軍也傳出遭到免職 普清動手清算瓦格納勢力似乎已經一步步展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